2018年以来,很多娱乐圈里被人们称作金童玉女,的小情侣们都纷纷分了手,将大批网友不禁说到自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 接下来,小编就来带大家盘点一下之前最受网友关注的六对情侣吧,马思纯和欧豪,据悉,两人因拍摄左耳插出火花,2017年的时候,有媒体拍到欧豪复衡电探班马思纯,两人并且共度了凉宵,由此,两人的恋情得以曝光,一开始的时候,两人的恋情并不被大众所看好,虽然两人的外貌很搭配, 但因为马思纯在人气,财力,知名度上都比欧豪好的太多,女强男弱的爱情,难必被人诟病,走不长远,果不其然两人相遇一年半后,宣传由恋人转变为女朋友,几凌晨可看亲子,之前也多次上过微博右搜,可谓是大家心里的金童玉女,被称为连名字的很配的情侣,尤其是两人合体录制了《亲爱的客栈》, 在节目中大扫狗粮,可惜在看亲子三十岁生日的时候,纪凌晨并没有如约向他求婚,而后两人被抱分手,看亲子在朋友圈倒户,我的青春喂了狗,纪凌晨转发微博说道,你爱过大海,我爱过你,也算是为两人的恋情画上了一个句号, 金博然和妮妮是通过电影等风来所相识,两人多年一直以朋友的方式相处,2016年的时候,两人的恋情曝光,期间两人扫狗粮不断, 金博然在参加话语少年的时候,舒适行李琳走前,还跟妮妮热闻,可见两人以甜蜜同聚,本以为两人会修成正果, 谁知今年七月,两人工作室同时发表声明,宣布分手,网上花然一片,还有说他们是合约情侣的声音不绝缘, 真真假假也只有他们两人知道了,毛小彤和陈湘两人的爱情,当时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祝福, 甚至在快乐到本营的时候,两人合体亮相,毛小彤穿着婚纱,陈湘深情告白,不禁让很多网友都很泪目, 然而没想到,陈湘却爆出鬼,毛小彤捉肩在床,两人的恋情已宣告结束,如今大家所看好的,也只剩下张若云唐一心, 还有陈湘关小彤了,另对明星情侣只剩两对,网友纷纷表示,挺住,陈湘和关小彤一直不被大家所看好, 因为陈湘很多女友粉,在陈湘宣布恋情的当天,脱粉的粉丝数量近达到了80多万, 但还是有很多路人表示对陈湘的男友力赚粉,虽然不被大众所看好, 但两人也都逗逗着转到了现在,一直还是很恩爱的,今天还上了微博热送,两人一起逛街,可见感情十分的好, 张若云和唐一心巨爆量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,而且唐一心也问了张若云改名, 两人的名字边陈湘部首都是一样,可谓是真正的情侣名了,在参加华尔宇少年的时候, 他设张若云的家里,发现了很多唐一心所筛出来的家具, 类似形状都一样的,可见两人也是甜蜜同学许久了,对此很多网友也表示, 希望他,能够坚持下去,修成正果, 网斯纯,欧豪分手,大家看豪的六对明星情侣只剩两对, 网友,挺住,对此你怎么看呢?